同一條控罪,經歷兩次審訊 被控一項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的前特首曾蔭權 在法官宣布解散陪審團後步出法院 我很多謝這幾年來 香港市民對我的關懷 但案情還有訴訟未完結 各位都明白我,不可以說多說話 我今天只是想說我們家人經過差不多五年多的磨折 即是心理交稅,覺得很累 多謝你們 他沒有回應記者提問就離開 陪審團由星期四下午就開始退庭商而裁決 到星期五開庭時,法官回答陪審團之前提出的問題 包括如果不是處理紅塘法牌,接受裝修是否貪污 以及入罪是否和法牌有關 法官就答是,即是接受裝修就是貪污 而第二條就答不是 曾蔭權在庭上隨即面色一尋 山庭時還顯得憤憤不平 還輕聲套出一句,沒有公義 陪審團星期五先後兩次表示 未能達成大比數裁決,兩日退庭商議共14個小時 法官就表示,由於他們經充分討論之後 仍未達成法庭可接受的裁決 唯有宣布解散陪審團 案件下星期一續審處理後續的事 亦都可能會處理重廢問題 而控方在陪審團離開後隨即說 需要運用週末的時間,考慮下一步怎樣做 曾蔭權被控的一項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 指他涉嫌在在任期間 收受深圳東海花園單位價值300萬港元豪華裝修 而他在今年初已經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 所以他可以說還未脫身 究竟案件會不會再次重審? 律政司發言人回覆說 現階段未有決定 Owe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